大約有1,000名的柬埔寨反對派救國黨的成員 參加了非暴力抗議培訓 他們在為反對7月選舉結果 而即將舉行的群眾大會做準備 柬埔寨救國黨的官員星期三 讓他們的支持者實踐如何對警方的挑釁作出非暴力反應 如果發現運進他們的隊伍當中的異己分子 並且如何避免使用傷人的延遲 在這次的訓練活動之後 有些人被請上舞台展示他們學到的技能 而另外一些反對派成員就裝扮成安全部隊人員 柬埔寨政府在計劃舉行的示威行動前 已經在柬埔寨首都部署了軍隊 並且對這次集會演變成暴力行動提出了警告 但是柬埔寨救國黨副主席根索卡說 他們的目標是舉行和平的抗議 他說非暴力抗議大有效益 這個不單止有益於抗議者 也有利於所涉及各方的安全 每個人都將會贏得利益 反對黨已經表示他們贏得了7月的議會選舉 並且指責全國性的詐騙活動 傳改了選舉結果 但是執政的減號債人民黨卻表示 是他們贏得了選舉勝利 和立法機構當中的多數席位